聂远评价舍施曼的演技,和他演对手戏要非常的小心。 演喜攻略是今年首期档所有影视剧中最大的一匹黑马了,一开始并不别看好的演喜,在播出之后屡创佳季,打破多个记录,成为最大的赢家。 而虽然现在演喜已经全部完结了,但是观众依旧对于这部剧的各种讨论没有停止,除了讨论剧情服饰之外,剧中几个主演的精彩表演也是获得了观众的好评。 这一次演喜打破了多个收视纪录,出版八十多个国家,这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成功。 主演的几个演员也都因为在剧中惊艳的表现,再一次大火,人气空前的高涨,灭忍这一次终于是再度的翻红。 在沉寂了几年之后,这一次在演喜攻略,中饰演了的乾隆皇帝有很大的突破,打破了以往乾隆皇帝的沉稳,反而展现的是一种调皮可爱,局心怀天下,又柔情似水,而且还很懂得浪漫,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。 同样有着精彩表现的沉诗曼,让他着实了自己宫斗皇后的头衔。 阿蛇在剧中的表演可以说丝丝入扣,每一个神态表情都将角色的感情释放出来,也是被网友夸赞得最多的。 尽管饰演的是反派角色,却依旧很受观众喜欢,还圈了不少粉,灭忍是怎样形架沉诗曼的演技的了。 在剧中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戏是比较多的,所以灭忍评价是最真实的。 灭忍说道,和曼姐演戏要非常小心,你必须要全神贯注地去观察他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演。 如果你和他对戏,接不不住他向你扔过来的戏,那么这场戏就会被他一个抢走。 他的表演是那种很细微的感觉当中,不是那种浮夸的表演。 他的一个眼神,一个抬手,一个转身就可以表达角色。 很多当时的那种内容,一个很好的演员,也许攻略这部戏能这么成功,肯定不是一个两个演员的表演就能成功的。 一定是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演员一起努力才会有的成果。